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夏季必备凉菜凉拌黄瓜 首先准备两个可爱的黄瓜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把黄瓜上面的白刺全部洗掉 然后去头去尾 人生需要嗨,黄瓜必须拍 用刀拍的黄瓜吃着才入味 用刀将黄瓜拍扁 斜刀切成小菱形块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放入少许盐 放盐可以入少许底味 同样可以杀去黄瓜的水分,吃起来口感更脆 静置五分钟备用 利用这个时间,莲油下锅炸少许花生米 炸至花生米微微变色 在勺子当中发出清脆的声音,倒出控油 准备少许小米辣切圈 不吃辣的可以不放 再来三粒大蒜和油刀拍碎剁成蒜蓉 将蒜末一同放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白糖 少许一品鲜酱油 放入少许米醋或者香醋 放入少许自制辣椒油 辣椒油我在视频中有教程 无论拌什么凉菜,稍微放上一点,非常的开胃 再来少许香油 将料汁搅拌均匀 香菜梗切成小段 杀去水分的黄瓜倒出汁水 放入切好的香菜段 倒入调好的料汁 提前炸好晾凉的花生米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一到酒桌上和饭桌上不可少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 宁可不吃肉也要吃上一盘黄瓜花生米 最后总结一下 新鲜黄瓜必须拍 辣椒花生一起嗨 清脆爽口再吃肉 一顿一盘吃不够 喜欢本视频的关注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